歡迎大家回來第九十七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希望大家訂閱 按個小鈴鐺 留言 讚好 分享 追蹤我們在Facebook的專頁 我們今集繼續講的就是曾剛先生在語片時期的一些很出色的表現 以及一些特別值得一提的代表作 我選的最後一部電影就是叫做《冷暖青春》 這部電影是楚源先生導演的 所以這一集都可以承接我們對楚源先生的回顧 因為這部電影擺在楚源先生的作品系列裏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品 《冷暖青春》是在1969年2月23日上映的 這個時間應該是 不是農曆年的第一檔也應該是第二檔 所以都看到真是很受重視 其中一個受重視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當時到了1969年 這幾集都一直有提及的 就是語片已經進入一個沒落期 製作一直開始萎縮 好像港產片一樣 一年的幾百步 即是二三百步 那時候去到 一直萎縮到幾十步 也看到國語片的來勢洶洶 因為在1967年 其實已經出現了獨臂刀 肖市公司也是不斷地增產 以財力和勢力來說 逐漸擴張 吸引了很多年輕觀眾 另一方面 西片也是市場的佔據率 也開始冒升 所以語片已經處於一個相當艱難的時代 就算我們那時候講 上兩集講到的黃飛鴻片集 我這次沒有特別找回那些資料 記憶之中我看過的資料就是 即使黃飛鴻這麼受歡迎 他還有市場 很明顯 否則他也不可能在那三年之間拍了十一步出來 但也看得出他慢慢走下坡 而黃飛鴻 即是關德興師傅 也在籌備資金上出現了困難 我記憶之中 好像最後那一步勇破烈火陣 其實也是在很艱難的情況下 才拍完 甚至有陳觀泰主演 取代了曾剛 也因為陳觀泰那時候 其實還未入少時拍戲 所以還未紅 所以可能曾剛 曾剛說過他在語片最高峰的時候 他開始的時候是二千元人工 後來片酬就飆升到八千元一部 那八千元一部 他當時借研是最高工資 就是有二萬元一部 所以他就覺得自己已經很滿足了 因為他覺得怎樣都不及借研 但八千元一部 他一年拍成十幾部 都很厲害 那時候大家都說幾萬元已經可以賣到一層樓 所以面對著一個這麼艱辛的環境下 坐原作為當時的語片 可以說是石果僅存的一個年輕一代的大導演 亦都是作品的水平是比較穩定的 亦都是那個票房亦都是有紀錄的 所以他那時候倡議成立一間叫做新電影公司 就是去模仿這個中聯公司 匯集了一班新一代的男女演員 就是用一個同仁兄弟的形式 就像中聯公司那樣 去製造一些質素上比較好的電影 但新電影公司其實就拍了兩部 第一部就是《冷亂青春》 第二部就是《聰明太太笨丈夫》 在1970年初上映 兩部電影下來的賣座也好 根據資料看到 但為何不能繼續下去呢 我提過的吳俊雄先生訪問 曾江先生的紀錄裏 曾江先生說 他沒有詳細說了真正的原因 但他根本就沒有人坐下來 而且他也暗示了 因為每個演員都有不同的級別 在片酬方面都有一個差異 所以去到那時候 1969年 你再用一個傳統 像中聯的時候 大家不再計較 大家等電影完成之後 才分回相同的工籌 這個模式很明顯 再不適用在1969年 這個香港的日趨制度化 和日趨商業化的社會 所以我相信這方面 產生了不少衝突 所以兩部電影下來 都不能夠力患抗難 事實上也不可能是 採員先生一個人的能力 或者是一間電影公司的能力可以做到 所以解散了之後 採員也跟著在1970年 入了國太公司轉拍國語片 《冷暖青春》是一部什麼電影呢 我想提出一件事 就是《冷暖青春》之後 兩個月之後 不到兩個月 其實是一個月 《冷暖青春》是2月23日做 但4月3日 香港也推出另一部語片 叫做《非女正傳》 就是龍江先生做的 這部語片比較熟悉 大家都聽過 兩部電影差不多貼近上映 為何特別提出這件事 就是因為兩部電影的題材很接近 《冷暖青春》特別是 因為語片雖然以大學生做主角的電影 也有 由中學生到甚至大學生 雖然數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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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學教育 開始受到很重視 亦都是很多年輕人 去嚮往的學術地位 亦都覺得 似乎入了大學之後 出來對生計和事業 是一個很大的保證 甚至可以說是一批天之嬌子 但這個階層 似乎一直都沒有跟語片 是很能夠沾上關係的 一來其實在語片裏面 那些明星或者那些演員 即是新一代的演員 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 有時候是從聲探發現 但很多都是從藝圓訓練班 特別是一兩間公司 或一些independent公司 都有自己的演技訓練班 是出身的 所以一般都是中學的程度 很少有大學的程度 所以曾剛是一個很例外的演員 因為他不單止有大學的學位 而且還在美國留學回來 所以現代的氣息 那個氣質是令他強烈的 為了爭取年輕人的觀眾 所以在這個戲裏面 就決定整個戲都是講大學的生活 整個班都是大學生 一個這樣的故事 是一個群戲的故事 即是現在說的 就是一個ensemble cast 那 這個cast來講 已經可以說是網羅了 當時這一班年輕的演員 包括曾剛之外 就是馮瑞凡 張青 石修 石修 我相信他應該是十六七歲的 然後有秦沛 珠江 等等 女主角就有迪娜 沈殿霞 深深 有一個叫方深的女星 以及最老資格的那個 就應該是南紅 戲裏面也是做一個姐姐 做巡配的姐姐 但是呢 嚴格來說 我們都要比較客觀 整個整體的成績 是不算太理想的 因為 採員自己雖然都是一個大學生 但是他是在廣州企南大學 好像還未畢業 但無論如何 這不是一個問題 而他 這個大學生的年紀 即是他五六年開始入行 所以 已經是相差了十幾年 即是他那時候 他也有出鏡 一樣是開始的時候 就做introduction 就是 這個戲是一班大學生 就是這樣 他坐在校園的外面 即是 來introduce這個電影 但是呢 很明顯就是 他對 當代的 那個大學的生活 即是 大學生的那個思想 他們甚至那個活動等等 都是比較概念化的 都不深入的 都是比較表面的 而且呢 那個道德包袱 都幾重的 其實整個描寫 他就是講 這班所謂的大學生 首先 有不同的階級 有附加子 有比較 草根的階層 甚至是 有孤兒等等 而到最後呢 亦都是看到 罪惡 就開始滲入這個校園 包括要他們去 帶白粉 包括要他們去 騙一些無知的少女 就是 這個 去賣淫 包括 食藥 等等 亦都是飛車 打架 這樣 其實 到最後描寫 一班大學生 都是 步向 社會 這種 罪惡的陷阱 這件事當然是 其實是 很不寫實的 但這部戲 又標榜是 一個寫實的 一個 外殼 所以我相信 當年 雖然他的賣座 也是很好 因為他很大成本 戲裏面 譬如他有一場 模仿 阿菲正傳的飛車 真的用兩輛很漂亮的跑車 互相碰撞 雖然未去到很激烈的程度 譬如他情節很豐富 由頭到尾 都是 逐個人墮落 逐個人受誘惑 迪娜也有一場戲 表面上是一個很高貴的 富家女 但實際上 其實 他也有一個 以前 是做母女的媽媽 令到他心理上 都開始出現很不平衡 他現在 除了上學之外 就是出賣他的肉體 有一場是說他 怎樣去接客 都有一些性感的場面 所以 這些情節 都是豐富的 我想對一般傳統的 語片的觀眾來說 但到底 就算他吸引了一些年輕的觀眾 這些年輕的觀眾 對這件事 有多大的認同 是否當時大學 雖然還未很普及化 或者大學生 大學生和大學生活 這件事對一般的年輕人 都是一種憧憬 一種幻想 那符不符合他們的憧憬 符不符合他們的幻想 我都覺得是值得質疑 起碼電影出來 就是一向對楚源 對龍江 這些新一代的語片導演 都相當關注的年輕的知識分子 影評人和刊物裏面 大家都很就手 那個評論都不是很好 都是比較寬宏 但都會指出 這些戲裏面所描寫的東西 都是脫離現實 都是概念化 都是膚淺的 這個我都覺得 在當時的楚源先生來說 都是有一個難題 是克服不了的 但是為何我特別 要將他拿出來 和這個妃女正傳去討論 我們下一節再詳細解釋